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我们有几个重要的话题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加拿大女演员瑞秋迈亚当斯因在舞台剧《玛丽简》中的出色表现 荣获东尼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这也是她首次获得这一殊荣 接住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警告 HIFN疫情流感病毒有可能蔓延至美国以外国家的牛群 呼吁各国保持警惕 最后塔利班正在努力改善阿富汗的旅游业 改善阿富汗的旅游业 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前往这个不寻常的目的地 尽管面临着诸多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戏剧世界里 加拿大女演员Rachel McAdams 以其在Mary Jane中的出色表现 获得了著名的托尼的托尼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这部由Amy Herzog断写的剧本讲述了 一位单身母亲在充满挑战的家庭环境中的故事 这次提名对于McAdams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这是她首次获得托尼奖的提名 The Globe and Mail和The Toronto Star均报道了这一消息 强调了McAdams的演技 如何赢得了评委的青睐 以及Mary Jane同时也获得了最佳戏剧的提名 这项殊荣不仅凸显了McAdams作为演员的卓越才华 也为她在舞台艺术领域的成就增添了光彩 托尼奖颁奖典礼将于6月16日举行 有耳为咽了Devose主持 届时将见证戏剧界的这一盛事 另一方面The Globe and Mail也报道了一则 关于健康风险的新闻 提到世界卫生组织 WA出官员警告H5N疫情流感病毒 有可能在美国以外的国家中传播至牛脂 自3月底以来 美国已确认34个奶牛群在9个州感染了该病毒 目前正在努力验证牛奶和肉类的安全性 世卫组织全球流感计划负责人Wan Quinn上表示 其他国家的牛脂感染风险存在 但整体上对于公共健康造成的风险被认为是低的 尽管如此世卫组织仍然呼吁保持警惕 以防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 这一消息提醒人们在全球化时代 疾病的传播不仅限于人类 动物间的疾病传播也同样值得关注 这两则新闻艺术文化领域 另一则来自艺术文化领域 另一则来自公共健康领域 虽然主题窘异 但都凸显了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 米凯隆斯托尼奖提名展示了艺术和文化的力量 以及个人在追求卓越中的努力和成就 而H4MFN疫情流感病毒的潜在威胁 则提醒我们注意公共卫生安全 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防范疾病传播的重要性 这些报道不仅提供了值得关注的信息 也引发了对于个人与社会共同进步的深入思考 在全球各地不同的新闻故事正在上演 从阿富汗的旅游业到国际银行巨头的领导变动 再到印度版球的奇迹复归 这些故事不仅彰显了人类任性的力量 也揭示了世界不断变化的面貌 《环球邮报》近期报道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消息 阿富汗正在努力吸引游客 这个被战争蹂躏多年的国家 如今正透过减少暴力 增加航班连接以及推广 其作为一个非同寻常旅游目的地的魅力 来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数据显示 外国游客的数量从2021年的691人 增加到2020年2.2300人 再到去年的7000人 然而阿富汗旅游业的发展 仍面临诸多障碍 包括获取签证的困难和昂贵 缺乏直飞主要旅游市场的航班 以及阿富汗的使馆和领事馆之间 持续的权力斗争 在另一方面 路透社的报道揭示了 国际银行业的一次重大变动 汇丰银行DHSBCEO-I2 贵英即将退休 这让汇丰银行面临战略风向 可能出现偏移的风险 贵英在任职不到5年后选择退休 汇丰银行的董事长马克塔克正考虑 内部和外部候选人接替 他们可能会面临 为何不立即获得这一职位的问题 如果选择外部人选 可能需要到2025年才能实施新的战略 这将是银行在中期目标上 缺乏明确的方向 缺乏明确的方向 体育界也有令人振奋的消息 可能需要到2025年才能实施新的战略 美联社报道的印度版球运动员里沙布 潘特在经历了一场几乎结束他职业生涯的车祸后 惊人的回归国家队参加T20世界杯的故事 潘特在事故发生前是印度队的首选手门员 但他在印度版球超级联赛中的出色表现 以十一场比赛获得398分的成绩 证明了他的复归不仅令人钦佩也充满了斗志 此外全能运动员西王 杜贝在超过两年的时间外重新被召回国家队 以及因缺乏参与版球世界杯 而令人意外入选的外拳球手尤泽文德拉查哈尔 也是印度队的重要成员 这些故事从阿富汉的旅游业努力 到汇丰银行领导层的变动 再到印度版球运动员的不屈不挠 展现了不同领域内的挑战与机遇 他们不仅讲述了个体和组织 在逆境中追求组织 在逆境中追求卓越的故事 也反映了一个不断变化 充满可能性的事件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一场涉及航空食品工人的罢工事件 终于落下帷幕 据多伦多新报报道 Gay Gordway与数百名负责机上餐饮的工人 达成了协议 结束了持续数周的罢工行动 这场罢工始于4月17日 当时工人们投票拒绝了公司的最终提议 他们要求改善安全措施和提高工资 虽然协议的细节尚未公开 但罢工对航班造成了一定的干扰 一些航班上的乘客只能得到零食和水 Gay Gordway警告说 这场罢工正威胁著 与加拿大航空Westjet等其他航空公司的合同 另一方面在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上 一个位于Longbrand社区的三卧室升级平房 在经历市场的波动后 以低于要价19900加元的价格售出 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 这栋位于Dominion的房产最初于2024年1月11日 3399900加元的价格挂牌最终于2024年201320 00000加元成交 这栋平房又有两个翻新的浴室 新地板 燃气壁炉 不锈钢夹电 以及一个两层甲板 地下室被改造成一个带完整厨房和壁炉的独立套房 该物业还包括一个棚窝 一条长四人车道 以及至少四辆车的充足停车空间 这栋房产的独特平面图 以及其背靠学校位于死胡同街道的位置 被认为是其有价值的特点 该物业在市场上挂牌时 在经济方面 CBC报道称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加拿大经济在2月份增长了0 运输和仓储部门在1月份以来实现了最大的月增长率 增长了1 也为运输是这一增长的重要贡献者 由于从1月份的寒流中反弹 实现了5.5%的增长 3月份的预先估计显示GDP变化不大 在1月份 加拿大GDP增长了0.5% 这得益于魁北克结束公共部门罢工后 教育服务的反弹 综合以上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多伦多在不同领域中的动态变化 从劳工罢工到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再到经济的稳步增长 这些事件共同描绘了一个活跃且不断发展的城市景象 无论是在劳动市场的协商房产的买卖 还是宏观经济的增长 多伦多都展示了其作为加拿大重要城市的活力和韧性 在当今社会 女性在非盈利组织领导职位的代表性仍然不足 这一现象引起了The Global Mail的关注 尽管在加拿大女性占非盈利支持人员的85% 但她们在慈善和非盈利部门的高级行政职位仅占70% 2019年对美国大型人文服务组织的研究发现 尽管女性是员工的大多数 但只有35%的女性担任首席执行官 男性领导者在该领域通常拥有更多的权利和资源 领导助收入是女性的两倍的组织 且平均薪酬高出27% 乳性I加拿大首席执行官Kimberly Carlson认为 该行业需要更多的投资于员工教育和支持 以培养更多女性领导者 非盈利组织TechBits for Sick Kids的成员Aaron Berry同意这一观点 指出女性需要在职业生涯早期接受高级领导力培训 董事会的组成也是推进女性在非盈利领导职位上的一大障碍 研究显示拥有女性成员的董事会 更有可能聘请女性担任首席执行官 为了改变董事会的组成 领导者需要招募不符合传统董事会成员概念的人 包括女性有色人种和LGBTQ个体 在另一方面 The Toronto Star报党了加拿大籍的 丹佛绝金队球星 整望Mary在重要时刻的卓越表现 尽管遭受左小腿拉张 Mary仍然在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中打进制胜一球 帮助丹佛绝金以108-106获胜 并在首轮NBA季后赛系列赛中赢5场比赛获胜 对友Z 纳迪称赞她是我所打过球的最好的空位之一 Mary的故事是关于在逆境中坚持和卓越的典范 她的胜利不仅为球队带来荣耀 也激励了许多年轻运动员 与此同时CBC报道了动物权益活动家在安大略省一项争议性农业法律被裁定部分违宪后的喜悦 该法律及Bill 156禁止人们以虚假的前提获得农场工作 以揭露内部条件 以揭露内部条件 动物权力倡导者挑战了这一法律 认为它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 因为如果他们通过欺骗获得访问权 就无法揭露农场内的情况 法官同意了这一观点 裁定该法律通过阻止卧底调查和目击者描述农业条件 限制了言论自由 这一裁决为动物权益保护提供了重要的胜利 并强调了言论自由在激怒不人道行为中的关键作用 这些故事虽然涉及不同领域 但都凸显了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和挑战 无论是性别不平等 运动中的逆境还是动物权益的保护 他们提醒我们 无论面对什么困难 坚持正义和平等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 西国集团G7的能源部长们达成了一项协议 承诺在2030年代上半期结束煤炭在发电中的使用 这一消息来自于一份公报 然而声明中还包括了一个替代目标 日本这两个国家超过四分之一的电力来自燃煤电厂 预计他们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从煤炭能源的过渡 德国已经设定了到2038年关闭煤电厂的目标 而日本尚未设定具体日期 谢谢您的收看 视力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34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